在1946年 刚成立不久的远东广播公司 派遣布鲁格先生前往上海 在当地的教会领袖帮助下 成立了中国基督徒广播服务社 预备以短播向全中国广播福音 1947年2月9日 在南京的XLAW电台广播 第一个中文福音节目 后来远东与上海的教会合作制作 在当地广播节目 只是成立电台仪式进行的并不顺利 便转移基地在菲律宾马尼拉 设立了发射站 1949年7月29日 从那里以1万瓦特的功率 向中国广播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两个月 父神在天空开了这道缝隙 五十年代 在神州出现风起云涌般的政治运动 呐喊声中 教堂充公 教务下放劳动 中国教会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动 信徒茫然不知所措之时 神的眷幼却没有减少 他的手没有缩短 在神的带领下 梁友电台持续广播福音信息 1958年 梁友电台在香港成立节目制作中心 为听众预备广播节目 主目把中国向世界炎炎的封闭 红卫兵烧毁圣经高举毛雨露 黑夜长空 梁友电台播送着静思主道的节目 以默写的速度把神的话语读出 让信徒抄写下来 在如烈火的试验中 中国信徒走过来了 神大能的手 保守也使用大气中的电波 传递了安慰的话语 我们在受苦的肢体身旁陪伴 走过那段严峻的岁月 十年文革终于告一段落 直至1979年春天 教堂相继重新开放 然而当时极其缺乏牧者和圣经 海外教会就此做出了迅速的行动 把圣经和属灵书刊运进中国 有福音广播听众来信说 收到电台寄去的新约圣经 彻夜不眠 几乎是饥不择食的 一口气读完整本圣经 为了回应中国教会 缺乏传道牧者的需要 也面对教会人数的增长 并没有带来质的改善 电台在1980年 推出了第一套空中培训课程 这就是日后 良友圣经学院训练广播的前身 1998年借着网络传送 拉近了听众和节目主持人的关系 一直到2002年的良友网站诞生 经过多次的革新 另一个飞跃网站频道 在2007年9月与听众见面 历年1月 真道分解网站也出炉 2009年增加了良友之音战 目前每天上网收听广播的 已超过一万人次 求主继续率领我们 以广播为主轴 发展多元媒体 传送永恒的救恩喜信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